华盛顿郊区的一个体育馆在举行一场 轮滑对抗赛 白色对付的姑娘们是来自纽约的华尔街背叛者队 主持人正在介绍即将迎战的主队 华盛顿全明星队 参加的选手有 坏蛋马姬 接下来这位是挨打艾林 紧随其后的是鞭子下的扣 这就是华盛顿全明星队 队员们的名字非常特别 Roller Derby名字叫 龚包小猫 黑猛绿鸡蛋 鞭子下的痛 锋利粉碎鸡 我以前是个记者 你知道牛津都好 序列都好 我就是想学霸一把 我是中国人 我家人都是中国人 而且我很喜欢食物 我想起个名字让大家知道 我是中国人 对抗赛里有一个甩的动作 就是来拉你的队友一把 帮他加速 Pin就是你撞人的后果很严重 因为我撞人的时候会咆哮 念起来有 我很喜欢奶酪 简单点说 因为我觉得它听起来像浓味 切得干烙 又想把它弄得比较生猛 所以就谐音取了锋利粉碎鸡这个名字 名字和这项运动本身 似乎都不太符合通常概念中的女性形象 轮滑对抗赛就好像冰球加英式橄榄球加纳斯卡赛车 所以它很硬碰硬 很快 赛道上的两队 每队有五个人 各有一人在头盔上飙有星星 他们俩是得分手 得分手就是为了能穿过对方的队员 每超过对方队员一圈就得一分 其他队员是阻拦员 阻拦员的任务有两方面 首先他们要帮自己的得分手先滑出去 同时他们还需要阻止对方的得分手前进 喜欢什么 全都喜欢 我喜欢那个速度 喜欢能把另一个女人撞倒在地上 这可很好玩 龙华对抗赛是他们第一次把两个世界合为一体 你可以穿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可以聊女孩力量 但同时我们可以非常有进攻性 我第一次看龙华对抗赛 我觉得这太体现女性的力量了 她们上去就可以玩得这么生猛的运动 而且看起来她们特别高兴 所以能成为这类比赛 这个运动 这种文化的一员 我感觉好极了 我的双腿很有力 我会使劲冲进人墙 他们一般都只能让我通过 松立粉碎机得了5分了 这项运动看起来受伤比得分更容易一些 这就是轮滑对抗赛 我这一路走来 我现在没有伤 可我以前都是快看我的伤 多厉害 太棒了 这种瘀青或是肿了 对我来说就好像得了奖杯一样 证明我特别努力做这件事 跌倒后又爬起来了 这样的想法似乎在女孩子们中有共识 这就是轮滑对抗赛 我个儿图不大 尤其你要挡住大个儿的女孩 她们会撞你 而且会狠狠地撞 这一方面真是有趣的地方 一方面你已经接受这个风险了 我带着伤就好像带着奖章一样 我很骄傲 说明我为此非常努力 不懈的努力等于不断地练习 周四的晚上 姑娘们在华盛顿军火库进行训练 除了身上奖章般的瘀青 她们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装备呢 大家都戴护腕 两个护膝 护肘 牙套 头盔 当然还有轮滑 我们在进行耐力训练和灵活性的练习 所以会有很多有氧训练 我们做名叫27和5的训练 我们五分钟之内就要滑勾27圈 另外还有很多穿越障碍的训练 还有如果有人发现你摔跤了 还必须得停下来重做 非常非常累 不少女孩有纹身 颜飞有吗 没有 不过我和我的队友约定 如果我们赢了东部赛区冠军的话 我们就要纹身纪念 队友的这个纹身很有借鉴意义 她穿着轮滑 我喜欢别致又独特的东西 比赛现场似乎没有人身店铺的广告 但是有售卖轮滑用品的摊位 我喜欢穿运动服 但是有的人想要打扮得漂亮些 穿鱼网袜裙子都会被接受 你可以参加这项运动 同时又特别有女人味 我讨厌别人说我们有另一个自我 但对很多女人来说 这就是她们的出口 如果她们有很保守的职业 或者她们是母亲 平时不可能穿这些衣服 隔壁意买他们上的各种点心 有不少是出自轮滑姑娘之手 从7点开始的训练 回到10点才结束 华盛顿轮滑女孩 自从2006年建团 如今已经有6支队伍了 目前 全球大概1250个业余 轮滑对抗团体 其中一半都在美国 每个人都在一个组委会 每个人都在志愿服务 每个人都来看比赛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关注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 就是轮滑对抗赛 吸引所有年龄层的观众 有个9岁的女孩 过去连续两三年 在我们这儿办她的生日会 邀请她的小伙伴 来看龙滑对抗赛 很好玩 我们这儿也有爷爷奶奶 记得来看比赛 有的奶奶不敢当粉丝 还能参加比赛 我去年有一个队友 她的女儿跟我一样大 说真的 一般没有这样的运动项目 最高水平的比赛 有22岁的人参加 也有42岁的 这真的非常非常少见 我听说在中国 也有轮滑对抗赛 北京和上海都有组建团队 我感觉太了不起了 终于这一天要来了 还有一点很酷 对龙滑对抗项目的未来 也非常有利的是 现在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了少年队 渔威卫视 方正 西西 余木 华盛顿报道